我已经到1600公里以外的娘家了 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我们大西北的农忙季节 今天一大早起来陪我爸妈来这块田里面收菜子 今天我就带南方的朋友们看一下我们大西北的农业有多么的艰辛 我身后这一块田就是我们家的 然后一堆一堆的都是我爸妈靠人力割下来的我们的菜子 是的没错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菜籽油的菜籽 今天开始把它收获带回家 一年的成果就看今天能搞多少代了 这下面的子子就是今年的收获辛苦一年的 这个四川小姑娘对我们西北充满了好奇 我拍到了不用加滤镜的天空好蓝好漂亮 是吧今天天气还不是特别好不然天空很蓝的 妈在这个结果就给人肥油丝浩子俩 他非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西北的人力农业 是不是这样子的阿姨 对就是这样的好好干 今天中午多吃两碗面 好我要吃三个包姐 大家可能很好奇现在都2023年了 为什么农业还要靠这种全人力的方式来才能收回家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西北就全部都是这种梯田因为全都是黄土高坡 然后山有很多就不像南方啊东北那种大面积的田块 你看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梯田 所以基本上大型的机器是开不进地里面的 开进去连个头都掉不过 所以只能靠人力 然后机器的话就用三农车拉 这也就是我们西北农业的局限性 像我家我爸妈这样的两个老人家在家的话 基本上就是种一块田 然后两个老人家存人力收完之后 用家里仅有的电动摩托车或者说三农车 然后给他拖回家就可以了 我看了一下像湖南或者像东北那边 就是很大的一块地 然后大型机器开进去 嘖嘖嘖几下就收完了 这边是节感 那边是干净的颗粒就已经出来了 好了现在这一堆的话就打完了 然后我妈等会要把这个上面的壳跟种子 就那个颗粒分开装回家 这就是个小伙子 这就是别的 别的 就别的 别的 看我多了 有个小伙子 这是什么 都不觉得 我妈手上这就是我们西北的农用两件套 妇女专用的 你不会 那个是要技术含量的 小朋友 这样像个样子 它是画圈圈不是左右移 打圈圈我就打不来了 现在就把这个菜籽颗粒装到袋子里 然后拿回家 拿回家还要再把里面的土什么的搞一下才能去榨油 我妈刚还说这两分地能不能装这么一蛇皮袋 我估计这两分地连半袋子都装不了 这半袋子的话可能就80斤 八九十斤 这两分地也就只有四五十斤的产量 我的天哪 之前这样坐在地里干活的是我奶奶 现在变成了我妈 这就是日白日白 这就是结巴的啊 这两分地的味道 产量这么低 然后高起来又这么辛苦 所以这菜籽油卖多少钱一斤都不为过 这还好是重一点自己吃 这要是重了靠这点来赚钱 发财等到地老天荒去 rob...! 喝得好呢 你前面想点 操了捺的 好了好了你别干啦 禁禁禁 我可以 啊 叔叔 最后这个大大的 我都得得得得得得得 都失败了 最后这个大大的我的 这像不像我们小时候抢着吃辣椒的小伙伴们 我爸妈辛辛苦苦搞了大半天这么热的太阳就搞了这么两个半袋子 嗯 不知道这好吃的 我爸妈 这10点给吃辣椒 谁说肯定的得了 你不能吃辣椒 12点的了 我就是10点来给吃辣椒 哎呦 先给这个 我们这边的饭简单 煮个面就好了 不用跟湖南一样炒几个菜 不然我妈基本都要煮 面色可以上菜 嗯 得 这吃 吃啥都没 简直吃啥还弄不完哦 我这盔子吃了 两袋子啊 一袋子一两倍钱啊 没有 辛辛苦苦干一年还搞不了两百斤 估计也就只能炸个七八十斤油 我炸不好 四八十斤 天呐 炸 IP 炸 炸 炸 感谢观看